2月16號內政部長刘昌特地拜會台北市長蔣萬安 兩人聚焦的正式延宕多年的涉子島開發案 刘昌甚至還在29號臨時增加媒體查詢行程大談涉子島 涉子島的一個發展應該要重蹈內科的一個負責 那導入大眾運輸系統是必要的配套 強調涉子島開發案要以國土規劃為考量 刘昌接受專訪時也透露 已經和蔣萬安達成共識 交通配套是受要考量 對 確實就涉子島各項的方面面議題交換的意見 未來很多議題的討論以及意見的交換 不必然一定都是透過公文的往返 很多時候我們可以直接溝通 林耀昌和蔣萬安達成共識 不僅要讓涉子島開發案露出曙光 也被解讀頗有攜手收拾柯文哲爛攤子異位 畢竟柯文哲剛上任台北市長時 就喊話要解決涉子島難題 但八年過去了開發案還是卡關 在地居民對柯文哲滿肚子火 他們哪有在做 當然是很氣氛 因為我們也有繳稅 他就嘴巴僵僵而已 怕像他們以前的市長一樣 都是空口說說而已 中央地方不分黨派 其力解決涉子島難題 不過檯面下似乎也秀出 和前朝的政治角力 三連熊公司馬約管安泰報道